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玉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各位法师各位去大家 弥陀佛 我们每次上课都要念三称 我本师释迦牟尼佛 主要是因为要告诉自己 我是佛弟子 我是向佛学习的 念那个开经记 武则天写的开经记 主要是要向佛学习 就要了解佛为什么成佛 佛是觉悟者 觉悟到什么 那么要听闻佛法 那么要真正了解佛法 那么才能够知佛师所知 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 只有了解如来的真实意 真正佛说的法意 那你才能够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就是佛法的真实意是 佛法的真实利益 是从佛法的真实道理中得到的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佛及弟子 同法 同聚 同义 同威 也是讲这个道理 我们要稍微知道一下 那现在来看 课本二十三页 最后一行 上次讲到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但缘起其实是现实身心的观察 我们说缘起其实就是身心跟性命 身心的分析跟性命的剖析 身心性命的一个观察 所以叫做如实正观世间集 那这个从 五蕴是身心的观察 六路处是心跟静的观察 缘起是身心跟性命的观察 这个我们必须知道 所有的佛法不离开这三个 离了这三个 你没有观察就没有会 所以佛法的核心在于 观照五蕴身心 那么或者五蕴身心面对世间境界的反应 那这些无外乎就是所谓的烦恼 那六路处里面常说的就是 有贪之有贪 有称之有称 有烦恼之有烦恼 无烦恼之无烦恼 烦恼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烦恼到底是怎么造业的 那我们基本上你了解这个 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 为什么在生死中会受苦 那么你了解了这个苦因 你也才能从这个苦因中去截断 去预防 去防非止恶 去调伏烦恼 而怎么样 而能够在生死中得解脱 这个是佛法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但是我们后来的修行偏离了这个 在大海中航行 没有了指南阵 在旷野中迷失 找不到定盘心 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就变成 所有的修行几乎跟观照五蕴身心 没有什么关联 我们想一想以前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修行的 有没有跟观照五蕴身心有关联 有没有跟缘起世地有关系 没有 没有 那没有的话基本上 你可以 你好像在修学佛法 但是实际上 已经远离佛法的核心 就是缘起世地 中到无我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因为我们生死不是这一世而已 我们生生世世都在生死 什么时候可以做一个了断 什么时候可以 可以不再那么痛苦 其实跟你知不知道苦因有关系 知不知道这些道理有关系 正见真上的人 他就是对缘起有了解的人 入圣流的人 就是已经通达缘起的人 那么解脱生死的人 其实就是完全彻底深入缘起的人 这个我们要知道 修行不离开缘起 佛法不离开缘起 观照不离开缘起 世间的一切法都是因缘合合而生 都是因缘起而有的 所以叫做缘身法 所以我们由观察世间的一切 观察身心的一切 观察一切的境界 那么了解这个道理 从苦因下手才能真正远离苦果 这个是佛法的道理 我们要常常记住 因为我们说 其实我们生死不是一生一世的事 修学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 这一生你对缘起了解了 你未来世 不管你生到哪一个地方 作为什么样的人 你一定是善于观察这个世间 跟善于观照这个身心的 因为它是一种习惯 所以为什么正见真上的人 不会多三二道 入圣流的人 正出国他还有贪生之 入圣果正出国的人还有贪生之 俄果才饱贪生之 正出国的人还有贪生之 他也有生死 但是他不管生到哪里 就算他再来的时候有隔音之谜 智慧 智慧 这样的智慧不会消减 他在某一个时寸 他就自然会产生作用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一生 特别是出家人 在家人有时候还不一定 他只是要神田 出家有很大的部分都是 要解决生死的问题 我们叫做生死大事吗 我们不是为了过好日子来出家的吗 我们不是为了过安逸的日子来出家的吗 我们不是为了有饭吃有地方住来出家的吗 我们就是像很多人都年轻就出家了 捨棄了一切 为的是什么 那基本上就是希望让自己的生命 可以怎么样 可以提升 提升到一个不在 第一个 不会多三二道 第二个 像解脱 可以出欲见 然后出色无色见 最高的愿望 不但自己可以解脱 还可以带领着 跟我一切有缘的众生 都能得解脱 这个是我们出家 来自我们学佛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这一生你但凡 把缘起了解得深一点 你未来是第一个 你容易遇到正法 因为佛法的核心就是缘起 你不断在思维缘起 你不断在观照缘起 那么你缘起的概念会越来越深刻 这个深刻会入心 那么你的心到哪里 你的缘起的智慧就到哪里 它会实时成为你生命的定海神针 即使在生死大海里面 即使在苦海里面 即使在夜海里面 它会成为你生死流转中的定海神针 你永远 你偶尔会迷失 但不会太久 你很快 你很快这一种观念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生起来 真的 所以这一生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你要好好的研究缘起 了解缘起 观照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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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外乎观照身心 不离开 因为有我跟无我 是生死的关键 那么有贪跟无贪 是造业的关键 那么贪一定从 我爱一定从我见中来 我见从无明中来 无明从 无明就是 无明就是你不知道无我 那无明从不如理思维而来 不如理思维就是从 你遇见佛法的时候 你没有亲近正法的善知识 或是你虽然亲近了 但是你不去思维 你只是一种知识 它没有成长一种力量 它必须你用心去观照 专注 佛法常说的就是 独一近处 专精思维不放异注 就这三句话 独一近处 自己一个人好好的深刻的 我们的戒是预防我们受干扰 我们的定是让我们的心有力量 我们的慧就是正确的观照 所以叫做如实正观 或是如实正见 如实正观世间几者 如实正观世间灭者 或者叫做如实正见 那这个其实也有养成习惯 就是说你平常的时候你就要思维 那你说要怎么思维 其实你就是观照这个色受想行事 很简单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起烦恼的时候 那这个你就知道我在起烦恼 有贪之有贪 有沉之有沉 那么你要开始 我这个烦恼到底是从哪里生起的 我的心到底在哪里 我们常常讲心意识 心意识 那集起为心 就是很多很多的念头 集起为心 思量为意 了别为事 那如果一大自尊的说法 刹那刹那生命的是心 相续不断的是意 那么从相续不断的这个里面 去分别这个境界 这个就是说是 就不同的说法 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说 那你要去了解你这个心到底是什么 所以佛法后来都是观心法门 观心 最重要是观法无我 但是观法之前要观心 其实法就是身心 就是五印六处 就是十八戒 就是一切事件 基本上是这样 那我们慢慢学慢慢学 我们会了解 你大概会很清楚佛法 佛法到底在说些什么 那三藏十二部不离开这个 三藏十二部不离开元起无我 或者叫做元起四地 或者叫做元起宗道 就不离开这个 那你的整个修行的范围 修行的原则 也不离开这个 离了这个没有佛法 所以法俱经才会讲 若人受百岁 不解元起法 不如生一日 而得见闻之 就讲这样 就生灭法 有元起法 因为生灭是因缘 因缘生因缘灭 生灭法就是元起法 如果一个人活了一百岁 如果一个人出家 戒纳一百年 但是他不知道元起法 他根本没有听过元起 也不知道什么是元起 也不知道如何观照元起 他不如刚出家 甚至没有出家 他听过元起 甚至只要他有一个概念 所以舍利佛目见年 还没见佛 单单听到元起 他就正圣过 他就入圣了 罗后罗 虽然佛跟他讲元起 但是他没有办法知道 佛叫他 不断不断地生入思维 五蕴也去思维 六路也去思维 元起也去思维 然后再去跟别人讲 讲五蕴无我 六路无我 那么元起 之后他就正得了 所以我们从哪个角度 我们从这些佛弟子的身上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到底要学些什么 我们到底要修些什么 怎么修 其实就是你要常常观五蕴 如果在佛陀所教的 就是比较直接一点的 那就是修四面处 观身受心法 身受心法就是五蕴 五蕴里面的身体结构 感受 心理 身心 然后整个心 心里面的心手 受想师 那所有的心受想形式 然后再观到所有的身心 法 法就是五蕴六处 就讲这个 你看 所以你要常常管 很简单 独一尽触 专精思维 相续相续 随时你都可以管 没有特定的场所 没有不用 即使上个厕所 洗澡你都可以管 佛说无蕴无我 那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一种存在 这种感觉感受 那么我听了哪一句话 看了哪一个人 我高兴不高兴 我对有一个东西 喜欢不喜欢 甚至吃饭的时候 我对这种味道 对这个人 煮了这个饭 我欢喜不欢喜 你都可以看到那个心 在不断生灭生灭生灭 你的身体 你想一想 你十年前的 十年前变化就很大了 甚至一年前 有的健康 那忽然间生病了 这个时候正好可以管 昨天还好 今天感冒了 开始管 这个生的无常苦 无常苦之后 后面就要管 那身心是什么 其实就是这样 其实佛修行就是这样 真的 你不要小看这种观法 这种观法一层一层的进入 比你送经送一千遍 你都不晓得缘起还好 我告诉你真的 你送五亮寿经 送金刚经 如果你能够明解经的意思 那还好 但是一般人是不太理解的 华华经 华元经 金刚经 阿弥陀经 这些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常送 我在家早上就送华华经 早上送华元经 晚上送华华经 不是整部 这一次送一卷 一瓶两瓶这样 因为听说 听智者大师说 佛陀最初讲华元经 最后讲华华经 所以我早上都送华元经 还打算盘呢 早上送华元经 晚上送华华经 平常的时候 白天我送金刚经 我骑摩托的时候 我就背阿弥陀经 真的 我以前可以用功 我告诉你 我背到我没有再送的时候 耳朵都有阿弥陀经的声音 洛书瓦文医师 金刚经我也常常背 天天送一部 但是我不知道缘起 老实讲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缘起 我也不会观察五印身心 不会 起烦恼还是起烦恼 顶多就是一切有违法 我们拍的鲁鲁鲁鱼店 然后就希望它消失了 好像你那个看电影 看到魔鬼来了 魔后波罗波罗蜜 那鬼就不见了 不可能嘛 可是我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也很用功 打坐一定要双牌 早上送华华经 早上送华元经 晚上送华华经 平常的时候 有空我就念金刚经 我骑摩托的时候 我在念阿弥陀经 然后呢 然后我不知道缘起 不知道烦恼的生命 是怎么一回事 听都没听过 想都没想过 梦都没梦过 你说作用 不能讲没有作用 有时候有一些感觉 但没有用 真的 佛地址很多有五神通的 还不是墨地义 很多啊 不是一个两个 不是替博大多一个而已 因为邪见 因为烦恼 因为贪爱 因为民文立养 因为嗔恨 这堕三二道可多了 那我们不知道啊 我连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佛法也不能讲不懂 但实在不懂缘起 什么缘起 我提示地 那个是小圣修的 我是大圣的 错了 错了 那个是佛法的根本 那个不是什么小圣大圣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以前不知道 那就算了 现在不能不知道 尤其是出家中 我告诉你真的 你不能不知道 你要好好去 好好去了解 你未来是 是要入圣流 是要向解脱 是不是佛地址 就看你这一世 你跟法相不相约 波罗经里面说 那么缘起因果也是这样 波罗经里面说 你这一生只要有波罗的气氛 什么叫波罗气氛 波罗是什么 什么叫波罗波罗蜜 波罗是智慧 波罗是站在波罗波罗蜜上 简缩的 波罗蜜就是到彼岸 到生死的彼岸 到生死的彼岸 叫做进苦边 到生死的彼岸 那你什么样的智慧 可以到生死的彼岸 无我的智慧 你没有正如我 你就不可能 跟生死做隔阂 做分隔 没有办法 你正进苦边 一定是正如我 一定是见缘起 正如我一定是见缘起 见缘起一定是断身见 一定是这样 所以假设 假设你的所有修行 不能让你见缘起 断身见 你的修行 就不是佛教宗 像解脱的修行 解脱都不可能 你哪有可能成佛 那是不可能的 菩萨道 二道无彼 也先要有波罗道 才有方便道 方便道 是站在波罗道的基础上 波罗将入必进空 绝诸细论 那么之后 方便将出必进空 沿途熟生 讲这个啊 现在很多人 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缘起 什么是无我 什么是世地 什么是宗道 然后就要行菩萨道 你要把众生 带到哪里去 你要让众生 怎么向解脱 那没办法嘛 佛法三个趋向 向善 向上 向解脱 那你要向哪里去 向外道 向世俗 向生死 世间是这样子的啊 那在家就不得 就没办法啦 出家 而且是佛弟子 竟然不知道佛陀 之所以成为佛的根本 是知缘起 是见缘起 知缘起 见缘起 知法 见法 入法 得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一生 真的 这一生 无论如何 要让缘起 要让缘起 非常深刻 实实在想 缘起很简单 就是各种因缘条件 合合合成的 包括重点是我们的身心 跟一切的境界 我们是因为境界起烦恼的 那么我们是因为 直取我们的身心 而有生死的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不断地观照 不断地观察 那你久而久之 你不要小看这样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渐渐渐渐 你的心 越来越明了 就好像远远的一个人 我看不清楚 他是男是女 他越走越近 可以分清楚他的性别 他是男是女 还渐渐走近 可以看到他的五官 甚至慢慢走近 可以看到他有毛细孔 渐渐渐渐清楚 缘起也是这样 所以你要很专心的 那么 独一进住 专心思维 不放一住的 渐渐地观察 你这种观照能力 会越来越强 真的 我觉得 尤其是佛弟子 那么可以听闻到正法 那么应该要好好的在这一部分 你未来 你的这一生 不会辜负你的下一生 真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 好 我们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看到最后一行 在佛法中 缘起是最普遍的法则 那普遍就是一般说的法界 那么如阿比达某法运族论 这个是一生六族论里面的 佛陀灭后 大概一百 一两一百多年 开始就分成布派了 布派里面最大的布派 大概是说一切有布 后来有所谓的一生六族论 那后面会讲到 在布派的时候会讲到 那一生六族论里面 一生是法治论 大比菩萨两百卷 就是在解释二十卷的法治论 当然里面都是 那法治论是做一个佛法的一个 那么论辩论西的一个重要的经典 可是法治论太难懂了 那后来有部就也做了很多的论 那么后来把这一些论 比较重要的七部论 南传也有七部论 但跟我们的这个一生六族论 在南传是没有的 只有北传有而已 那大比菩萨论 那解释的是一生法治论 其他的 戒身族 法运族 法运族论算是比较早的 就是不是比较早 就是他比较完整的 这是一个对佛法的一个诠释 好 那这里说到 他就在解释元旗 就法运族论 这个我们看 他说云和元旗 为依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那么简单讲 我们有说过 元旗基本上就三个字 叫做此故彼 此故彼 此故彼 此故彼里面分开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这个是流转的 另外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这个是缓灭的 这是两支元旗 但元旗重在生死的流转说 是这样 那什么叫做此生故彼生 此有故彼有 那就是无明远行 行远世 世远明色 明色远六路 六路远处 处远缩 缩缘爱缘取 取缘有 有缘生老病死 又被劳苦 这个就是生死流转的缘起 此无故彼无 因为一无明而有行 所以无明灭 行就灭 一生有饶死 生灭 饶死就灭 就没有生哪来的饶死 没有有哪来的生 就没有那个业 成熟的业 那没有取哪来的有 没有爱哪来的取 那没有无明哪来的贪爱 就这样 这个叫做流转的 此故彼很简单 也很好记 此故彼 那彼 彼就是果 此就是因 因果 所以我论因说因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此生故彼生 此灭故彼灭 所以他这里讲 彼秋当之 生缘饶死 因为佛陀为什么要出家 佛陀又为什么成佛 这是我们要知道 佛陀为什么要出家 他自己有讲啊 这两个佛陀都有讲 他为什么要出家 因为世间有老病死 世间有老病死 世间有三不可爱不可义不可念法 若世间没有这三不可爱不可义不可念法 佛陀就不用去 因为不用出家修行 要得解脱 解脱就是解脱生死 叫做生死解脱 那怎么得解脱呢 世间摩雅禺都没有用 世间摩雅禹余有用 他就是观察原始 他一开始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观察 为什么要有生死 生死到底从哪里来的 原来生死从夜来 爱取有 老死从生来 世间有三不可爱不可义不可念法 叫做老病死 老病死到底从哪里来的 他是去想 他独一进出专精思维 然后想 说说思维 那么想老病死 观察这个世间 所有的老病死都是从生命 每一个生命 即使你有神通 你看到飞翔飞翔天 依然有死 他不老不病 但是他依然有死 但是从人来看 都是老病死 飞翔飞翔天 无色界没有老没有病 那么欲界天就不老不病 欲界天只有五栓相先 他只有栓相 他没有老相 栓跟老不太一样 但你可以说是天人的老 那色无色界就没有了 欲界还有 所以世间有老病死 那老病死到底怎么来的 从生命本身来的 你但凡一出生 你就会从生向死 你可以活长一点 但终究要死 世无常计 就讲这个 那么从高必落落 有生无不死 就讲这个 所以老病死从哪里来 从生来 好 那为什么会生呢 为什么生命会出生呢 他到底从哪里来 从爱取来 就有 就是你累积了那个 了解了这个之后 那你就解脱了 所以佛陀说 那么什么是解脱 他为什么要出家 他为什么要修行 那他到底又是怎么成佛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不离开缘起 生死不离开缘起 解脱不离开缘起 所以流转的跟缓灭的 当你真正通达缘起的时候 你解脱的钥匙就拿在手上 就拿在手上 正出国的人 最多七次人天晚反 即使他每一次都有隔音之谜 他也不会真正忘记 他看到境界 他就是这么会想 他就是会想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刚出生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 他过去生是什么 他哪里知道 他看到人家出家 他跟着出家 在树下看见流星 悟到缘起 悟到缘起 解脱了之后 他才知道 他的过去生是什么 一样 他也不知道 如果他早知道了 他就不用了 所以他才会到处去 去修学 去跟哪一个 号称解脱的人修学 去苦行灵里面修学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过去生 加瑟佛时代所学的 他自然而然 智慧不灭 本世经里面讲 月跟智慧这两种 在月没有受报以前 不会消失 你一旦拥有佛法的智慧 那么还没有断烦恼 还没有解脱以前 不会消失 所以波勒经讲 你一旦有波勒 波勒就是支援起的智慧 你一旦有波勒 你从一生到一生 你终不离佛 因为佛就是依法成佛的 你跟法相应 你绝对跟佛相应 你绝对跟佛相应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 那么从一生到一生 那么一直都跟法相应 终不离佛 现在讲到 此生故彼生 为无名原刑 如是便及 存大苦运 通常是说 老病死 优悲老苦 存大苦运聚及 比丘当之 生缘老死 若佛出世 若不出世 如是缘起 法助法界 乃至无名原刑 因之一而 就是从老死往前推 生缘老死 然后再推到无名原刑 所以十二元起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 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不会改变的 不管有佛没有 没佛都是这样 此中所有 法信 法定 法理 法趣 这里讲到四个概念 法信 法定 法理 法趣 是真 是实 是地 是如 这也是四个概念 其实就是真实 不虚 真实 审定 不虚 又有四个概念 非虚 非望 非虚 非倒 非义 那有时候是 非虚望 非颠倒 非义 他也是在讲 这个是什么 不是什么 那这个决定的真理 这个是原刑 后面会讲到 什么叫做法信 法注 法如 法定 原刑是佛 出事也这样 不出事也这样的 就如事如事 我们有时候会叫做 法尔如事 那么不是 原刑不是佛 发明的 不是佛 创造的 是 是佛 发现的 他已经 这个世间的定理 本来是这样 一直是这样 普遍是这样 就好像 举个例子 就好像 这个 地球是绕着太阳转 这个不是企丽略发明的 是他发现的 那么 我们这个地球 东西都会掉下来 是因为地心引力 这个不是牛顿发明的 这个是牛顿发现的 一样 那么有牛顿 地球 都有地心引力 东西掉下来 都是因为地心引力 有企丽略 没企丽略告诉我们 地球绕着太阳转 以前的天主教 认为地球是世界的核心 所有的星球都绕着地球转 其实不是 我们看起来 太阳也绕着我们转 其实不是 是我们绕着太阳转 自转又公转 并不是企丽略发明的 而是他发现 所谓企丽略 后来人家叫他改 天主教庭叫他要改 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被烧死了 被判罪 以前那个天主教的教庭 极有势力 这个企丽略说 就算我改 我说太阳绕着地球转 但实际上地球 还是绕着太阳转 所以他这个不是 这个真理是这样 这里一样 我们来看 他说 佛出事也这样 佛不出事也这样 若佛通常的说法 阿安宁的说法就是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信 法处 法见 那这个缘起 非佛所作 亦非愚人作 那么同样类似的 这样的法句 就五蕴 非我所有 亦非愚人所有 类似像这样 佛不过是发现 以前这个见就是现 发现 现正的缘起 方便的教导地质而已 他只是告诉你 事实是这样而已 并不是佛创造的 那么缘起是法的 又一内容 所以经中多方面表示 缘起的意义 缘起的意义 他来说明这个缘起 如法注 法注 他是说缘起是确立而不可改变的 改意就是 改变 变意 那通常 注 比如说我们说 注这个在佛法里面很常用到 比如说不注色身相畏触法 比如说注于什么什么中 那这个注一样就是不变 深注意灭 深深是从没有到有 本来没有后来有 那个叫做深 本来有后来变成没有 那个叫做灭 那么深到灭 这个有当中 它改变了 那个叫做意 那不变的叫做注 所以一切有违法有三项 没有真正的注相 因为一切都在改变 所以深注灭 注不断在意 所以注跟意其实合在一起的 没有 但是暂时一起生命里面不变 你出生到死 你一直是 一直是这样的状态 不是 就是一直是 以这样的身份 那活着这样的 比如说你男的 那你就是男的 你是谁的女儿 谁的儿子 那一样 那你长得高矮 那你就是以这样不变 那么但是实际上 无运不断在变 所以这个叫做注 注其实就是不变 很常不变的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这里有讲 法界 是缘起的一切因性 那法就是他界其实类别 那么通常法界是普遍如此 那么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 法性是自然性客观如此的 那法定是决定而不乱的 那有时候叫法卫 是法柱 法卫 法柱跟法卫 有时候叫法柱 法卫 那所以他是决定而不乱 地 缘起是如实 不颠倒的 那么 如 缘起是如此如此而不变异的 都表示了 都表示了连起的如实性 这个我们上次有说过 就是法性 法柱 法界 法性是本来性 本来是这样 简单讲 法性是本来是这样 法柱是不变性 恒常性 一直是这样 法界是普遍性 普遍是这样 这个我们稍微知道 主要是这三个 若佛出事 若不出事 法性 法柱 法界 好 说到缘起 无名缘起 生缘老死 悠悲苦恼 通常有时候讲悠悲恼苦 那有时候说悠悲苦恼 那阿安静里面最重要是最后面是苦 那苦有所谓老病死跟悠悲恼 所以通常我们习惯讲 生缘老死 悠悲恼苦 苦会放在最后面 好 那如果是难传的 悠悲苦恼是四个 但是我们如果看的话 就是苦是一个核心 那么老病死跟悠悲苦 悠悲恼 悠悲恼 因正会爱悲礼求不得 那么是苦的一个代表 我们是这样看的 好 所以是有代表性的十二支说 世尊说缘起 不一定是十二支 缘起有十二支 有十支 有五支 有三支 悠悲恼苦 就是说 从阿安静里面看 十二支是比较详细的说明 所以他这里讲 爱取有 生老死 悠悲恼苦 这五支 应该是最简要 这个叫做逐物流转 我们把稍微 稍微把这个缘起里面 一个重点稍微说一下 刚才是法性法处法 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我们讲过好多次 比如说五名 这个应该有讲过 五名 行 是 名色 这个现在是在讲我们的身心状态 它是这样 那我们的业从哪里来 那我们是怎么来的 又将怎么 又将未来又将去到哪里 为什么 就讲这个 就是生死的机制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种生死的机制中 其实讲这样 无名行事 名色六路 出 受 爱 取 有 生 老死 那 底下就是优悲脑苦 纯大苦运聚集 它这里写优悲苦脑 但基本上是优悲脑苦 老病死 都会讲老病死 那生老死优悲脑苦 那底下就讲纯大苦运聚集 或是纯大苦运聚集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 那通常爱取有生老死 这五支 这五支是最简要的 这里讲 这五支它就是逐物流转 这个是现有的 那么逐物流转 导师把它叫做逐物流转 这个物就是境界 这个物就是人事物 逐物流转 逐境 我们可以讲逐境 这就是境界 五一六成 流转 流转就是生死流转 他说这五支是最简要的 就是爱取有生老死 远起步一定是十二支 十二支是详细的说明 那么这个 这个是 这五支 这五支是促进细心 就是你的心是怎么足悟的 那从爱开始 所以贪爱是根本 那再往前觉得贪爱怎么来 贪爱从无名行来 行事来 这个是促进细心 就是我们的心 到底是怎么起贪爱的 讲这个 因为我们的业是从贪爱 由这个造业 然后不舍 然后就有形成这个心的业力 然后你欲戒色戒无色戒 就有欲有色有无色有 所以都以贪爱为动力 那贪爱如果断就解脱了 那贪爱到底怎么来 从这里来 从事明色 心这个是心 这个是色受想行事 这个是色受想行 这个名是受想行 其实就是这样 名是受想行 然后色就是色 色受想行事 当然也有把名色就当作色受想行事的 那有两种说法 但我们现在这样讲 那么这个色就是色身 这个是心 这个是身 这个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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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就是五蕴 就是五蕴 这个叫做四四柱 心以色受想行为柱 这个叫四四柱 这名色 也说叫四四柱 四所一柱 那这里叫做促进俱行 就是说我们是怎么造业的 其贪爱造业 所以贪 造业叫做什么 爱俱私 以贪爱 具有贪爱的一致 叫做爱俱私 通常叫做爱俱私 就是业 或叫做私与业 以爱俱私 私与业 就是造业 然后造业 不舍 直取不舍 然后就会形成 业会成熟 成熟就会受报 基本上是这样 他告诉你 你到底是 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 那我们未来 为什么会有生死 为什么在生死中会受苦 就告诉你这一些 那么或者叫做私与业 这个私就是设受想行的行 行心所以私心所为主 行心所以私心所为主 行心所有很多 除了受跟想之外的一切心理活动 都叫做行心所 就是我们心理一切活动 所有的心所除了受跟想之外 其他都叫做行心所 行心所里面以私心所为主 那么私心所主要有三个 审理决定动发 它是意志作用 我们的意志作用 比如说这里 这里受想失 受是情感作用 情感的作用 想是认识作用 认知作用 我们叫认识 认识 通常西方人把它叫做知情意 知情 心理学 心理学上就叫做知情意 那这个意里面 这个私心所里面 这个意底下主要 受想之后 这个意底下审理决定动发 以私心所为主 以这个私心所为主 那么 这个行心所里面 以私心所为主 私心所里面有三个 审理决定动发 所以心为主导 那动发之后 就动发什么 动发生口 所以佛法里面 那么你有意志产生的 那么审理决定之后 动发生口 那么就叫成生业 这个就是口业 不管是善不管是恶 那因为你这个是由心为主导 其实就是这个私 心为主导 那么动发生口 所以叫做私一业 所以中阿韩里面叫做故作业 你的心 那么已经审理决定了 然后之后才动发生口 所以叫做故作业 故意的 故作业必受报 容易成熟受报 其实讲这些 他告诉你到底一业有轮转 到底是怎么造业的 这个整个过程到底怎么样 就好像我们说 这个土石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洪水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那么你去了解 那能够预防 那这个叫做促进寄星 这个都足物流转 那么这里 这三个 无明行事 这个叫做生死根本 流转的根本 我们叫做可以讲生死的根本 这流转的根本 那你有无明跟行就是业 这个行有两种 一种就是讲业 从果上讲是讲业 从阴上讲是贪爱 是爱 从果上讲是业 因为贪爱的造业 从果上讲是讲业 从阴上讲就是讲爱 所以可以讲无明 无明所赋 爱结所欣 感得持有事之神 这个就是有事之神 这无运就是有事之神 那么主要就是无明跟贪爱 那么才有这个身心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身心状态 叫做有事之神 那有情主要就是有情事跟有情爱 有情 三界六道的有情都一样 有情事 跟有情爱 就是事跟爱 主要就是这样 那情事的谜门就叫做无明 情爱的贪卓 就叫做情爱的懒卓 就是贪爱 无明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无明所赋 爱结所欣 感得持有事之神 那无明不断 爱结不尽 生死不断 轮回不尽 讲这个 先下课 等一下再来讲 先下词